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個限聚令實施了以後 在粉嶺的圍村仍然有些鄉新 去搞過百人的婚宴 而且那班警察還不敢執法 事發的地點就是位於粉嶺的農約頭 整班鄉新在重嶺鄧公池外邊的空地 擺酒來款待親友 據了解那名男新人 就是民建聯的前區議員鄧根年的侄 根據現場的擺設所見 擺了20圍桌 而且每圍桌有8至10張膠椅 去到旁晚時份 賓客鄉民陸續入場 每圍桌已經擺好送菜 接著一對新人上場講話 加上還有歌舞表演贈慶 去到晚上7點半鐘開席的時候 每圍桌最多坐了6至8個人 亦有部份是吉桌 這名鄧根年鄉新在回應記者查詢的時候 承認昨晚是他弟弟的兒子娶老婆 他就說傳統的婚事時間是改不了的 圍村做完食物 叫了人改都改不及 已經要求那些賓客入場以前要消毒 每張桌之間亦都隔開了1.5米 而這次的婚宴開了十多二十位 總共有百多人獲腰出席 根據政府的限聚令 已經是明文規定寫得很清楚 只有十二種場合獲得豁免 就算鄧宮前門口的空地 屬於公眾地方也好 私人地方也好 很明顯人家的限聚令寫得明 婚宴只能有二十人出席 現在你自己都說到百多人了 到底警察有沒有到場執法呢 哦 原來是有的 根據警察自己所說 就說在昨晚的七點多鐘接獲投訴 說上水的一間祠堂外邊有人搞婚宴 於是就派員到場了解 在經過了解以後 就向主辦者給予了口頭的警告 沒有檢控任何人 這班警察其實是有必要出來 向市民解釋和交代清楚 到底為何只有警告 而沒有作出任何票控呢? 如果你們這班警察認為 原來這個祠堂外邊的空地 是屬於私人地方 是不受限聚令的監管 那你就跟市民解釋清楚 不要留了很多灰色地帶 很多不明朗因素 你出來說就可以了 如果你認為這地方是不受監管 那你為何又對他們作出口頭警告呢? 你警告什麼呢? 如果你認為他是沒有違法的 那就是沒有違法的 那你警告什麼呢? 如果你認為他 其實他也是觸犯了某些規例 你才會對他作出警告 故此你香港警察絕對是有必要向香港市民交代清楚 到底你們所謂的執法標準是在哪裏 不能夠對於這些鄉紳就這麼寬容 對於其他一般市民就這麼嚴謹 你那個執法準則是要一致的 不能夠搬龍門 你香港警察口口聲聲說自己是捍衛法治 你現在面對著這些違規的行為 如果你不作出檢控 你僅僅是給予一個口頭警告的話 你本身就是帶頭破壞法治 告訴你 如果你認為他們這樣做是沒有違規的 你要向市民交代清楚 他們沒有違規的原因是什麼 要一清二楚不能夠和羲泥 否則你特區政府搞限聚令 或者是餐廳那些限制 根本上就沒有說服力 人家這樣走去 百多人出席也可以 下每圍桌坐六至八個人也可以 到底是可以還是不行 你要出來說 是不是 不可以和羲泥 告訴你 因為你對於那些黃店 原來是很嚴格的 有一間黃店叫做光榮兵室 昨天他們自己在Facebook說 說有警察一天多次巡查他們的分店 而兩次巡查的時間 那個間距不足十五分鐘 喂 為什麼你對於那些黃店查得那麼密 查得那麼緊 是不是 十五分鐘查些什麼 請問你 根據他們的店員交代 就說已經做到很足 所以在第一次巡查的時候 那些警察只是目測一下桌子的距離 就已經離開了 在過程當中也沒有登記食客的資料 但是在不夠三個字之後 那些警察又回到餐廳了 就說因為再次收到市民的投訴 說桌子的距離不足1.5米 於是就要去查 又登記剛剛上班員工的身份證資料 而且在期間也有舉機拍攝巡查的過程 到底你在做什麼呢 對不對 我們早就已經說了 特區政府搞了這些事情 就純粹是自欺欺人 叫做搞出一些措施出來 在做一些防控的工作 告訴市民他們在做事情 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 根本上是達不到防控的目標 反過頭來只會擴充了警察的權力 因為這些警察肯定是會選擇性執法的 對於他們能夠包容、容忍到的東西 就是隻眼開隻眼閉 比如說粉嶺這個圍村搞婚宴的 百多人出席的 為什麼這些警察去到現場不去驅散他呢? 為什麼只是作出口頭警告 而不作出票控呢? 為什麼連罰2000元定額罰款都沒有呢? 是不是隻眼開隻眼閉 是不是選擇性不執法呢? 為什麼對於黃店的執法標準又這麼嚴謹呢? 15分鐘去兩次呢? 是不是針對某些特定店舖呢? 這件事已經構成了選擇性執法了 香港警察是不是怕了那群鄉新勢力 所以你就不敢進去圍村執法呢? 還是你認為這群鄉新根本上沒有違規 所以就沒有對他們作出檢控 但是你警告什麼呢? 如果別人沒有違規 你就不應該警告吧 你都愚蠢的 所以你一定要出來交代清楚 你覺得不能夠這樣是不明不白的 搞的事情是不明不白的 搞的事情是很離譜 經常說自己捍衛法治 經常罵市民破壞法治 市民是沒得破壞法治 警察就是有得破壞法治 選擇性執法就是其中一種破壞法治的因素 第二件事就是 你根本上沒有辦法全面執法 你定到那些規矩 好像懶嚴格一樣 你實踐的時候做得到嗎? 昨天NOWTV去訪問那些拜山人士 人家說得明 不是和住在一起都超過四個人去祭祖 還斥責你特區政府 愚蠢 神中最遠怎麼能分開幾十人 這樣去斥責你 你拘捕了沒有? 你會拘捕嗎? 你會把警察去墳場拘捕人嗎? 你一定不會的 你怎麼拘捕這麼多? 你怎麼會拘捕? 你會激起民憤的 人家在祭祖你真的拘捕他嗎? 人家在燒金銀衣紙 在燒附戰衣包你真的拘捕他嗎? 你是不會這樣做的 做不到的事實踐不到的事 你不會執行的事 麻煩你就不要拿出來 是不是? 被人恥笑 被全球都恥笑你特區政府 那些剛剛過世的先人 就可以讓他做白事不限人數 阿清明製造又限人數 沒有人聽你說的 特區政府是不是? 你自己都不敢去墳場執法 說話 浪費時間 搞這些事情出來 就不通不水毫無擔當 說了很多次 你特區政府是要全面停擺的 是不是? 現在大爆發了 袁國勇教授今天 接受港台節目訪問的時候 就提到 說香港有少少開始進入失控的狀態了 你特區政府到底考慮全面停擺沒有? 在全面停擺的期間 你就效法英國和美國的政府 向每名市民提供適當的津貼 向每間企業提供適當的援助 就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你不去做? 就是因為你特區政府沒有擔當 經常想想縮數 經常不想負擔這一筆錢 就是這麼簡單 而你特區政府每天只做二、三千個檢測 根本上遠遠追不到那個需求 袁國勇教授也叫你做多些檢測 為什麼你不做? 所以我認為你特區政府的個案數字是不可信的 不可信的原因不是因為你有隱瞞 而是利用這些不當的行政手段 故意拖慢那個檢測的數字 使得好像那個數字上沒有爆發 每天幾十宗幾十宗 沒有意義 這些東西告訴你 如果你大規模地做檢測 一定有很多隱形的患者出現了 是不是? 那個個案數字一定會飆升 你現在就不肯去做 你不要告訴別人你不夠試劑盒 如果你不夠的話 你可以向成哥求救 成哥旗下有一間生物科技公司 他有能本事是生產一些快速的試劑盒出來 讓你去用 你只不過是不用的 你用這些手段來拖延數字上的爆發 根本是沒有意義的 醫管局的行政總裁高伯昇 就比較坦白了 他自己也承認 每天有幾十宗新增的個案 每人就平均需要住院十七至二十日 對於床位的使用量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八百張給成人使用的床位已經飽和了 希望今個星期能夠啟用四百張二線床位 就可以騰空的一線床位 給重症的人士 以及等待入院的人士 目前還有五十一人等待入院 高伯昇還說 如果個案數字出現幾何式的飆升 就可能需要改變照顧模式 遲早也會走到這一步 浪費氣 對不對 特區政府到現在似乎還是無動於衷 還在搞這些白癡的措施 食店怎樣限制1.5米距離 每張桌坐四個人 拜山就少於四個人 不要再做這些無用的措施 如果個案數字升到過千鐘 甚至乎過萬鐘的時候 你不停 那些市民自己也會停 那些企業也會被迫停 難道還有人可以安然地 安心地出街吃飯去購物嗎 真是離譜 林鄭就是攬炒之母 沒有說錯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